台11丙溪口断北上车道由于居民种植了凤凰树 在夏季容易断枝会造成行驶的车辆安全 在接获民众陈勤之后 县议员张怀文以及公路局第四公务断进行该路段的会刊 协调是否将行道数移除并改中其他不易断枝而影响行车安全的树种 台11丙县往来车辆传流不息 而北上车道溪口路段旁居民种植的凤凰树 夏季凤凰花开时豆莢掉落断枝影响往来车辆行车安全盛据 经民众陈勤 县议员张怀文火速会统了第四公务断进行现场会刊 协调解决之道 接获有些陈勤的乡亲针对公路旁这个树 目前已经长大了 已经成一个树印 非常的漂亮 可是在防汛期间大家比较担心的时候 你看树这么高 那电线会弄到电线 怕造成这个危险 那另外在住家的前面 有大树 不仅树叶常常掉下来 那也担心说如果树枝 倒下来的时候会危害到他们的房子 所以这个安全问题一定要兼顾到 所以特别请公路局第四公务断来会刊 我们也希望说在防汛期间将这个树枝的部分 赶快做即刻的修剪 那我们还是建议公路局能够全面的计划 这个树种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第四公务断承办人员表示 目前是凤凰树盛开的季节 为了不影响道路景观 目前会先以修剪方式 避免枝崖断枝掉落 确保过往车辆新的安全 那目前因为那个陈其人陈北北这边 他是说针对他们家目前有立即 觉得有立即的危险 怕台风来会影响到倾倒他们家 那所以我们就会研议就是把 针对他们家附近的这几棵树 后续可能是不是跟我们长官报告 然后请示说是不是可以先办理移植的动作 由于该路段车流量相当大 车速也相当快 先议员张怀文就表示 路数树种的选择更应该慎重 多方选择与评估 而经过会刊讨论 最后决议 未来针对行道树的树种以及栽种 公路单位会势敌势众 而至于现况路数 目前就先以修剪的方式来维护管理 降低对行车安全的威胁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